原行是一家成立六十多年的公司 其实大家可以去查 它是六月五号成立的 是一个双子座的个性 双子座怎么样 容易心软 可是需要温暖 有一些主管的危机处理 没有不对 但是也太快了 也太快了吧 在我发布移书之后 马上就联系到我了 所以我今天 才坐在这里 跟大家报告这些好消息 我们现在没有停业 昨天也都在飞 我们有做停业吗 我没有说停业 我也是一个平凡人 我也会心情不好 我也会关系 我持关系一下 就变成这样子 这么严重 大家对我的议案感太重 只有一个变章 一个大章 这个因为我们公司 作为单位很多 我现在还搞不清楚 这个章是什么章 那 算个乌龙 应该算是一个乌龙吧 我有想死的勇气 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我查了好多 好多这个死法 这个安眠药只会烧伤胃 又死 这个还要洗胃 死不了 然后割完 好像听说最后 会变这个 会 这个死前会黄编零下三十度 只要搭局 让我们不飞 我们当然会肩负这个 这个春节输赢跟选举输赢的 这个甚深的实力 要将这个可能的 冲击跟损害能够降到最低 在第一时间就启动了应变机制 那也召开过三次的应变会议 那首先就是针对这个航班的调度 那在有差不多五百位 滞留的这些旅客 我们协调其他的航空公司 那希望在今天完成输运 那再者就是有关于受波及的 订票的旅客跟旅行社 我们也请民航局跟观光局来协助 那要将这个可能的冲击跟损害 能够降到最低 那再者我们也针对远航的这个员工的权益 那有协调劳动机关 那来保障他们的权益 那对大家所关心的 在年底跟春节的疏运 特别是离岛受冲击影响比较大的 可能是金门跟澎湖 我们也协调了航空公司 来加开这个班次 跟扩大机型 那用就是重新呢 来这个解决 有关于离岛的在春节跟过年前后的 输运的一个压力 那有关于对于远东航空的监管 我们这两年来 因为有看到他在营运上的一些状况 所以特别去强化了对非安的监管 还有财务的查核 也设立了消费者保护的信托的专户 所以关于后续可能涉及到的 退票或者是赔偿 也请社会大众不用恐慌 我们先前就有一些预防性的机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